大家好 前几点课呢 我们介绍了文件的操作 那这一节课呢 我们介绍一下文件的另一种类型 目入的操作 好 我们打开一个课件 看一下 咱们在文件操作中 咱们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文件的操作 包括 比如说 创建文件 创建文件 然后 删除文件 删除文件 重命名文件 还有 移动 复制 复制文件 等等 操作 然后文件的读和取 这么多内容 而目录的操作 也包含这么多 比如说 创建目录 删除 删除目录 还有复制 复制目录 然后统计 目录大小 那文件当然也有文件大小了 对吧 统计目录大小等等这些信息 那对于文件来说 以上的所有操作 都有 内部 函数 都是内置的 peerp 都有peerp 内置的函数 帮我们完成 那目录操作呢 部分有 像创建目录 这个有 系统还是帮完成 删除目录 没有 复制目录 没有 统计目录大小 也没有 那文件的有读取 那目录呢 也有什么 有便利 有便利 看一下 所以呢 咱目录的这些操作都得自己定义函数 或者定义目录操作类 自己定义函数 上面是内置函数 所以目录操作呢 就复杂一点 当然这些功能呢 为什么没提供呢 因为也不见得你都能使用的上 除非你做文件系统之类的东西才能用上 那这节课呢 咱们就是 做目录的这些函数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便利目录 第一个 便利目录 看一下便利目录 在进行PSP编程的时候呢 需要对服务器下边的某个目录下的文件进行浏览 通常呢 这个就成为便利 那取得一个目录下的文件 或者是目录 以及目录下的子文件 子目录 那需要的函数呢 有这么几个 咱看一下 把手册打开 哦 错了 看一下 把手册打开 找一下PSP的中文手册 好 我们找到目录的操作 看目录函数 这里边给我们提供的有什么呢 长辆的有路径的分割服之类的东西 你看 有这么几个 也有一个目录类 但这个类呢就很少用了 这里边有什么 有读 回到目录的原点 然后关闭 你看一下 读目录 这几个类里边东西和这几个函数是对应的 所以呢 咱们尽量就不要用这个类了 这类比较简单 要写的话也是自己去设计一个 这里边可以有改编目录的函数 里边存一个目录名 那么就可以切换到哪个目录 很简单 然后呢 这个改编根目录 看呀 将当前根目录改为什么什么 也很简单 这个呢 要注意不在window下边实现 看这个 这个呢 就 这也有注意的 当安全膜被揪了时 怎么怎么的 对吧 所以咱不看这几个 咱看下边这几个 这里边有打开目录和打开文件一样 是打开一个文件的资源 所以呢 咱们需要用的函数有这么几个 你看我就直接给你写了 就不看什么事了 都比较简单 open DR 还有 啊 read DR 还有 close DR 还有 rewind DR 比如说openDR 它是用于打开指定的目录 接受一个目录的路径 及目录名 作为参数 那函数返回值呢 为可供其他目录函数使用的一个目录纪柄 也就是资源类型 如果目录下 如果这个目录不存在 或者没有访问权限 它则返回甲 手刺上就这么说的 来看一下 这个呢 这个用于读取指定的目录 接收通过第一个函数 openDR 这个函数打开的可操作的一个目录纪柄 那这个函数呢 返回当前目录指针位置下的第一个文件 并将其目录指针读完之后往下一亿位 如果你第二次再使用的话 他就读取第二个文件 指针是往下走的 当移动到最后一个文件 再读不出来了 他就会返回甲 然后这个呢 是关闭目录资源用的 那这个呢 你不管读到哪个目录了 读到目录下哪个文件了 你用它都可以返回到最开始第一个位置处 好 我们用它做一个目录便利 你看一下 假如说 我找一个目录 咱们作为操作 像上一节目录下 比如说咱们 随便找一个 找一个你们的环境下也有的 比如说就这个PP埋的命 看下这个目录 然后我们把它拷贝到 咱们经常做实验的 这个目录下 哪去了 这个目录下 好 看一下 找一个很大的目录 咱们进行操作 就在这个文件中去处理这个目录 那我们把这个 使用上 比如说 我最先开始做的就是OpenDR 先把这目录名 DR name 目录名形 设置上是 咱们看一下这目录名叫什么 叫PRP买admin 注意大小写 因为不同操作系统下 用不同 假如另一下是区分大小写的 你要大小写写不对的话 你操作不了的 对吧 然后 我们使用这个 第一个函数 OpenDR 打开 里边传个目录名或者路径就可以 如果这个目录存在 目录存在 并且有操作权限 它就会返回一个目录的资源 咱们看一下是不是目录资源 否则就会返回假 比如说这里边我用VRDUMP看一下这个 DollfDR 访问一下这个文件 你看 返回是一个资源 留资源 那么我们在其他的这些罕入中就要操作这些资源 比如说目录打开了 当然了和文件处理一样 是资源类型 当页面脚本执行结束 结束的时候都会把它关闭掉 但是刚需要手工关闭 因为有可能在一个页面操作多目录 得打开多次 把它关闭掉 那中间就是读取的操作了 你看一下 我使用READDR 读取 只要传一个DR 目录的什么 只要传一下 目录的这个资源 打开的资源返回来的 就是一个第一个文件名 name file name 咱们看一下 我输出一下 file name 换一下行 好 我们运行一下 你看一下输出的是不是 你如果仔细看的话 能看到有个点 因为在一个目录下 默认访问的都是点 因为你你肯定用过 RINRR那个软件 你会看到有点 是当前目录 点点上级目录 那读取完一个文件之后 他就会将目录指针往下走一下 我在读取第二个文件的时候 那就再使用它 再使用一次这个函数 就开始读取第二个文件了 读完之后 他就往下走一下 你看又读出了点点 是上一级目录 那如果再读取一下 第三下 他就会怎么的 你看一下 我没有保存 保存一下 你看读取下边的第一个真正的文件 上面是两个目录 一个是当前目录 一个是上一级目录 然后第一个文件 以此类推 当文件移动到文件结尾了 也就在目录下移动到结尾了 那这个时候 这个函数返回来的就是假 那我们就可以用循环来写一个这个过程 比如说 我们在这块 用while循环 你看一下 写一个文件名 等于readd 读取这个目录剧柄 然后我输出这个文件名 你看一下 连接一个画行 这样的话 什么时候停止循环呢 就当这个读取目录 读到最后一件 读到结尾了 就返回假 那整个表达式就是假 while循环就停止 否则有文件名 返回来 它就是真吗 是真的话 就会一直循环 一直读取这个文件名出来 你看 我就可以把这个目录下的所有文件都读出来 你看一下 那第一个文件 永远是点和点点 如果我不想用这要这个点和点点 我可以先读过去两个文件 readd dr 你看一下 读过去 $dr 再readd 再读过去 $dr 你看 读过两个文件 就可以了 或者是你写一个什么 你如果不想要点和点点的话 你就可以写一个判断 我不需要点和点点 那你可以这样做 比如说这两步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这两步的话 我就可以在这里边判断呢 如果$文件名不等于点 并且$file文件名 这个n我大写了 文件名 不等于点点 这个时候再输出 你看一下 效果是一样的 你看也没有读入点点了 这就是可以便利性目录文件 很方便 那假如说我现在这么做 你看一下 我现在想知道 这里边除了文件名 我想知道它是目录还是文件 多加几位 你看文件名出来了 如果是目录的话 我将它变成红色的 那你看我可不可以这么做 你看这块有一个大块给它扣起来 我可以判断 你看如果使用咱们上几课学过的A字 DR判断是否是目录 你看我直接传一个文件名 如果这个文件是目录 那我就输出红色的字 这块 fnt color颜色等于 red红色的字 整个一行都是红色的 你看呀 否则 当我上面也加上大括号 你看啊 否则我在这块就输出什么呢 输出 绿色的文件 让它使用不同的颜色 那现在你看一下 应该都是绿色的 你看呀 都是绿色的 那都说了 那这里边难道就没有目录吗 咱们看一下有没有 很明显 上面有这么多是目录 那为什么我在这会儿便利出来的 都是绿色的 没有红色的 也就是没有目录看到啊 为什么 是目录被读出来吗 读出来了 原因在这儿 A字DR找这文件名 你想想 读出的文件名是哪个 是不是这些文件名 你看这些都是文件名 那读出来这文件名 他是干嘛呢 他判断文件名是否是 这个文件是否是目录 但是有一点你要记住 你判断的是当前目录下的 而我们现在这个判断的 他会找当前目录下这文件 而你读出来这文件 是这个目录下的这个文件 要记住这一点啊 是这个目录下的文件 所以在当前目录下找这文件 肯定找不着 只到这个目录下去找这文件 所以呢 我们怎么办 在这写一个文件 等于DR name连接一个 这个目录下的谁啊 然后你再加这个file name文件名 然后判断什么 这回判断这个 你看这位就可以判断 当前的这个目录下的这个文件 读出来放到这 判断他是目录还是文件 读出目录名 得这样做才可以 你看红色的就是目录 红色的就是目录 可以看到了 所以你判断的时候 知道是哪个目录下 这个路径一定要先确认 不然的话我们是找不到找不到的 因为读出来的是从某个目录下读出来的 并不是当前目录下的 就要这么做 然后呢 试文件的话 我就可以怎么的 我就可以获取文件的大小啊 还可以怎么的 不光是获取文件的大小 所有文件的属性我们都可以把它找出来 对吧 比如说呃文件的大小文件的类型 对吧 我们都可以把它找出来 然后还有这个文件的上传日期啊 修改日期啊 都可以 比如说我们在这块 加一个这个文件的呃 日期修改日期连接一下用date 看这文件是什么时候建的 那我是用上年月日时分秒 看下这文件的创建日期哪个文件 你看用啊 啊 file 什么 file啊 c吧 time 文件创建是你存谁啊 得存file 是咱们连接后的这文件名 什么目录下的才可以 那同理这个可以了 下边这个也是可以的 目录和文件都可以用同样的这样的函数 你看一下 都可以 目录和文件下边都可以获取 哪年创建的 因为是刚拷贝的 在这个时间拷贝的 你看一下 然后呢 他又会返回这个啊 时间创建的 因为是刚刚复制过来的嘛 然后还有相同的 相同的操作 比如说啊 他们的类型使用 再加一个 file type类型 里边存file 然后是输出的类型吗 我在下边这会儿也粘贴一下 你看一下 是文件的 红色是DR是目录的 都可以看到 就可以变得出来了 那不同的是 你看啊 不同的是这个文件大小 假如说 文件可以获取大小 但是目录可以不能获取大小 你看 获取大小 使用这个函数 file size 谁啊 file 就可以获取到他的大小了 这个就可以获取到了 但是我们现在你看一下 大小是自己的 目录的 当然我没写啊 你写这个也没有用 他获取不了 目录大小是一般的语言里都没有函数的 目录大小 一般的目录是就是一个块大小的 是在另一下边的概念 温道下就是零的概念 而真正的大小是指里边的文件相加的大小 里面文件相加的大小 所以呢 咱们就得自己写这个大小处理函数 你看一下 当然了 我先写一个什么函数呢 先写一个转换尺寸的函数 不然这个你看上去是自己 咱得转换成兆或者k 比如说我先做一个这样的函数 2size尺寸的函数 存一个尺寸 然后 如果大了负塞子 这函数我记得好像写过 如果这个尺寸 大于 2的30次方 那么就让这个尺寸 等于 嗯 round 45入 让这个 大了负塞子 尺寸 除以 pow 2的 30次方 然后保留两位小数 好 然后他做一个单位吧 by bytes 看一下 然后这个单位 等于 gb 否则如果 你看否则如果是2的20次方 2的20次方 那就是兆币 再否则 2的10次方 那就是kb这个单位 再否则 直接否则就可以了 那就保证什么 dw等于 bytes 自解速度 然后返回 dw size 连接这个单位 dw 好 我在这块 用一个自己定义 还是to size函数 转换一下 你看这个文件 后边都会有单位了 第53号 有个错误 看我这块错误在哪 啊 这块少了一个什么 少了一个大括号 你看呀 多少kb 多少字解 都有了 但是目录大小 我是获取不到的 你看目录大小 我现在是获取不到的 使用c函数是不行的 你看啊 同样把这个粘过来 在这块 粘下这个 你看 所有都是零字解 目录下边还有文件呢 他不能按零字解算呢 所以这是错误的 那我们应该怎么的 我们 上面就有一个 你看目录 咱们要写一个统计目录大小的函数 那咱们现在就写一个统计目录大小的函数 你看啊 这会咱们做一个函数 用一个drdrsize 目录尺寸 看一下啊 只要传一个什么 传一个尺寸 咱那个不要尺寸 只要传一个文件名 跟那个filesize一样 传一个目录名吧 咱们就可以把这目录的尺寸给他读出来 咱主要看一下啊 这个方法怎么写 你看也很简单 因为目录大小就是怎么的 就是到目录底下去找一些啊 到目录底下再把那些文件都相加 在大小就可以了 比如说做一个目录尺寸等于零 刚开始 等于零 然后打开目录 打开传进来的这个目录 返回是目录的资源 然后去读取这个目录 一样的使用wile循环 跟上面那个便利的过程差不多 文件名 你知道 等于readdr 读取谁啊 读取dr 读取过程中 那我首先得先把点和点点先去掉 你看 上面当这不也是把点和点点去掉吗 这样 所以当这里边 读取目录 你也不要有点和点点 因为有点点点的话 他会往上级目录走比较麻烦 我这是小写的呢 这全小写吧 你看 如果不等于点和点点的话 我这个时候再去判断 判断什么呢 当然了我也要通过什么 把这个 让这个file文件名等于让这个目录名连接到谁啊 连接 dr 不是 file name 把这个文件名连接起来 因为要找这个目录的子目录下 所以咱这话就可以判断 如果 是 dr 是一个目录 如果它是一个目录 我就干嘛 你看 如果不是目录的话 那我就干嘛 将这个目录的什么 尺寸 加等于 谁啊 文件的尺寸 是文件的话 直接把这文件的尺寸怎么拿 拿过来了 你看 file 很方便 但是如果是目录怎么办呢 那目录的话就比较麻烦了 这怎么办 我就得 再调用drsize 还调用自己 再把这个子目录传过去 这就用到地规了 地规完成 调用自己吗 再把这个子目录 再传回来 然后又重新打开 又直行这过程 然后这里边反位的尺寸 再累加到什么 drsize上面 加等于 你看一下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呢 我们每个打开的目录 你上面只有打开 下面就得怎么的 就关闭 closedr 关闭这个目录 dr 然后呢 算完尺寸之后 最后返回drsize 看一下 那我这块 比如说 我最上面有什么 最上面有这个目录名 我先统计一下这个目录大小 你看 输出 dlfdr 那样 看下能不能把它统计出来 咱们用drsize 刚写的这函数 输出它的大小 你看是多大啊 最上面 是12517008 你看不懂 怎么办 咱不写一个这个函数吗 to size 转换吗 你看一下 多大 只能再刷新一下 11.94兆 那他实际看下这个是多大呢 回来 手标放上去 他就提示 11.9兆 咱们保留两位 11.94 对吧 这就算出来了吗 所以这就是一个算目录的一个函数 很简单就写出来了 这是统计目的大小 系统里面没提供 咱们自己写 其实就是 把目录下边 首先就是打开这些目录 把目录下的所有文件相加 如果有目录 再把紫目录打开 再把里边文件相加 那每个目录咱们都打开 如果目录下还有紫目录 再打开 再相加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里边一共有多少文件 全部把它打开 对吧 那看一下 这就有了 那我只要把这改写成谁啊 目录尺寸 DR size 你看一下 就知道这个目录下每个文件多大了 哦 看一下我凸在哪了 to size DR尺寸 传一个文件名 看一下DR size 哦 写错地方了 改错了 这个还是什么 这是文件这块吗 而我们上面这是目录啊 看错了 DR size 上面这块是目录 你看判断是目录的时候 咱们用目录求尺寸的吗 这个咱们再看一下 你看目录尺寸 6.77K 17.5K 你看一下肯定是对的 多少K 这个这个目录就八兆 语言包这个类 看下 这就是2K 就取出来了 所以这是 统计目录大小 让他看一下 目录的操作 除了这些功能 我先保存一下 我想 对目录便利 咱们完成了 当然 假如说你有一个便利的 假如把它放到一个函数里边 就可以写一个便利的函数 然后呢 统计目录大小也完事了 对吧 比如说我想知道有多少文件 多少个目录啊 都可以做得出来 那现在来看一下 嗯 如何 创建目录和 删除目录 还有复制目录 这个几个 这个几个怎么做 这几个 删掉啊 你看一下 比如说我建立和删除目录 如果是创建目录 咱们有这个函数 MKDR 比如说创建一个目录 UP ROADS 对吧 然后给它权限 755 让 让什么 75什么权限 当地用可读可以可执行 组里边呢 是可读 可读可执行 其他用会是这样 755的权限 就可以创建了 创建个空目录是没问题的 这还是比较简单 它系统提供了 你看一下 就出现这一个新目录啊 删掉 我们再执行一下 你看一下 又有这目录了 删除目录也有 删除目录也很简单 使用谁啊 看一下 删除目录 我们使用RMDR 比如说 UP ROADS 还是删除当前目录下的 当然你有删除的权限 你看这目录存在 我执行一下 再看一下 它就没有了 已经删除了 只删除目录 但是 目录里边 如果再含有文件 不是空目录 就删除不了 所以你看 我们再把这目录建出来啊 小心 又有这目录了 在目录下 我新建 一个文件 到了 然后我再通过程序 我去删除它 先建在删吗 小心一下 告诉我 这目录下有文件存在 目录不为空 删除不了 所以你看 这目录还存在着 删除不了 所以呢 我们这个 你看啊 创建目录的一个是创建空目录 MK 这写着 创建目录 使用 哪个函数啊 MKDR 参数了就那两个 很容易啊 创建 一个 可以是空目录 删除目录 系统也提供了 删除目录 MKDR 是 RMDR 删除目录 但是呢 只可以 删除空 目录 但是只删 只是可以删除空目录 所以我要想 把目录下边的子目录什么呢 通通删除 这怎么办呢 我们只有这么办 先打开目录 把目录下的文件删除 然后再回来 把目录删掉 按照这个原则就可以了 如果目录下 我这个复制一下啊 再复制一份 你看 如果目录下 有子目录子文件怎么办呢 也很简单 我一个一个进去把文件都删除 然后再回过来一个一个删 就可以了 你看一下 所以呢 我要自己编写这样的函数 系统里边也没有提供 所以定一个函数 也得用地规的方式 一个一层层目录进去 因为地规就适合这种层状了吗 对吧 这种潮状的结构 删除第二目录 里边只要传一个目录名 我就想把这个目录删掉 这里边得先判断 判断这个 EXES EXISTS 先判断谁啊 这目录存不存在 对吧 如果不存在呢 如果不存在 那么删除函数的时候呢 使用删除会出错 所以先判断存不存在 先使用这个 然后在存在的情况下 我再怎么的 再去打开 打开谁啊 打开这个目录 然后返回这个目录居屏 打开这个目录 然后用循环的方式 一个一个 还是用刚才的方法 怎么的 去读取 你看 file name 等于 readdr 读取谁啊 读取 从目录资源里边 不是目录名啊 这个目录资源里边读取 然后里边 你还得判断谁啊 如果文件名 不等于点 并且文件名 不等于点点 把点和点点移过去 你想象一下 这个删除目录的时候 如果你不把点和点点移过去 特别是点点 那你想象一下 他会 直接在 因为是地规的方式 他会找上级目录 假如你现在吸盘的某个子目录下 有可能把你吸盘下 整个文件都删掉 这是很危险的 所以呢 一定要把点点读过去 不能他往上便利 只要他往下便利 对吧 然后咱们看一下这文件名 一定还得怎么的 将这个目录名连接到 这个文件名上 这是必须的 不然的话 咱们去处理目录的话 只是处理当前目录了 不能往子目录去便利 所以每层目录都连接外层目录 这是咱们前面仿佛强调的过的 所以如果 A子DR判断 谁啊 这个是一个目录的话 那我怎么办 先判断 如果便利目录下边是文件的话 就直接用文件删除 那个函数用 来可直接把谁啊 把这文件删除掉就完了 如果是目录的话 怎么办 我还是调用谁啊 自己 就递归了 Doll file 你看啊 使用 递归 删除 子目录 到子目录中去 那下边比如说 对方子 假如说是个目录 再进来 再到子目录中来 到子目录中来 一判断有文件 还是把它删除 在这 然后 咱说了 有开启资源 你就必须怎么的 关闭掉这个资源 那关闭掉资源之后 那么目录中的文件删除了 你在回过来之后 文件删除完之后 再回到这个目录的时候 再顺手把这个什么 再把这个目录删除 你看就可以了 所以比如说 我调用这函数 把PRP买的命全删掉 用DR删除谁啊 删除DR name 你看一下 我把这文件全删 全删掉 你看可不可以做到呢 好 我最后再看一下这块 你看就没有那目录了 那比如说 我再复制一份 我再把它改回这个文件名 你看啊 然后我在下边 我这是写 输出 删除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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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Dolph file 成功 这块里边我放上一个出体 给你看的明显一点 然后 我再放到这来 再写 删除 文件 成功 是目录 在这不删除啊 看在下边这块 这直接写谁啊 DR name 让你看到 你看到整个删除的过程 都把什么文件删除了 好 最后再执行一下 刚才已经把那文件的拷贝回来了 你看一下 删除 这文件成功 一直删除 删除 最后一个回过来的 还没输出完 因为他的文件内容很多 你看最后回过来的 再把PP MindMe 这个目录删除成功 所以这样的一步一步 就把所有的文件都删除了 当然你删除的时候 你并不用说 啊 并不用说有输出的提示 你直接删完 直接判断 整个删除成功就可以了 所以你看 下边那个附件的 那个又没有了 所以能用上这一个了 现在不能再执行了 再执行了 他也没有了 对吧 把那名改回来 所以删除 有的时候是很温险的 你一定要不要写错 比较及时关闭 不关闭的话 下次地归的时候 有又不行 他用的是一个资源 所以呢 及时关闭 打开之后 变力完之后 就把它关闭 关闭之后再删除 然后你要好好理解 理解地归 你才能详细的理解 什么意思 如果地归不熟的话 那么请大家看一下 咱们函数那张 如何去处理地归操作的 就可以了 这是 删除目录 一个函数 如果需要删除目录 下边非空的文件 你就可以用这些删除了 现在什么目录 都可以删除了 只要有删除的权限 就可以 那好 咱们看这里边 还有什么 嗯 还有复制目录 移动目录之类的东西 那看复制目录 那先看一下移动目录 移动目录呢 还可以借助于系统 那个 重命名的函数 使用什么 Rename 是可以用的 比如说 Rename 我将谁啊 将当前目录 这个目录名移动成 AAA目录 你看一下 重命名 这是可以通用的 删心一下 这是系统提供的 你看 就变成AAA目录了 对吧 当然移动到别的地方 也可以 但移动的时候呢 假如说我这块写账 我现在把重新 把AAA目录移动到 地盘下面 变成BBB CCC目录 你看变成BBBCCC 我随便写的名 刷新一下 啊 这个没有权限了啊 那这没有权限 咱就不写了 你看到本目录下 C盘下边的 你看一下 那我到本目录 C盘下 我再开一个吧 我的电脑 C盘下 你看就BBBCCC 对不对 刚才是跨 往地盘是跨攀幅了 那我再移动回来 因为移动就是剪切的东西嘛 再把它移回成P2P MyAdmin 你看一下 我再刷新一下 好 是不是用移动回来了 移动的函数 重命名字函数 这个函数是系统提供的 是系统提供好的 但是复制函数 是没提供的 所以呢 我们需要怎么的 需要自己 去写这个 复制函数 好 我们就写一下 放在这啊 这写上 移动或重命名函数 这要记住 和文件操作一样 复制是不一样的 那这边咱看一下 复制目录 也要自己去写 复制 得借助于前面的创建目录的 这个功能 比如说 假如说我做一个 如 Faction 做一个什么 COPI 拷贝目录的函数 里边 但是我得传两个 一个是SRC 原目录在哪 一个是目录 啊 目标在哪块 对吧 只用这两个 那首先你就得判断什么呀 首先就得判断 啊 目标是不是一个目录 是一个已存在的目录 则退出 你看 先判断 AIDS 消息 File 判断谁啊 判断目标是目录还是文件 你看一下 如果目标是一个文件 那我则输出 提示一下 目标 啊 目标 不是目录 不能 创建 也复制的时候 复制的对方 你必须得是一个目录 复制到哪个目录下吗 复制的目录名 必须是这样的 除了他 必须得是目录之外 如果不是目录的话 那我就不用做了 这还是直接返回就行了 对吧 还是执行到return就不想执行了 还得判断谁啊 这个目标 是否存在 对吧 file e x i s t s 判断这个目标是否存在 你不存在的话 你看 如果存在是真 那取个反 如果目标这个不存在 那我就怎么办 我就会建一个这个目录 你复制的目录 如果这个写的目录名 如果存在的话 就直接用 不存在 你就是创建这个目录 对吧 那么创建哪个 dr2 创建这个目录 你指定的那个 呃 目录 否则如果存在的话 就保持不变 然后咱们再开始写 先判断目标 那判断什么 首先先 呃 先是 肯定跟原来一样了 打开谁啊 open dr 打开这个 你首先得打开原目录 你看一下 返回一个目录 剧表 dr 你打开这个原目录 你得遍立原目录有什么 然后在目标目录就创建什么 然后 wile循环 看一下 file name 等于 跟刚才一样 读取谁啊 dr 然后 也是呃 也是一样的过程 先把点和点点 过滤过去 如果 file name 呃 不等于 点 并且 file name 不等于 点点 先过滤过去 然后这样 然后咱们就得做两个 就得做两个路径了 比如说 file 一代表是原路径 你看这里边使用什么 drsrc 原路径连接这个 你有便利 因为你要拷贝 涉及到原路径和目标路径两种 我一就代表是原路径 src 下边的 谁啊 file name 然后你还得做一个目标 你拷贝的路径啊 那就是file2 用什么 呃 假如说 等于dr 呃 就得用to 路径 目标那个路径 连接 file name 所以都有两个路径 然后你看一下 关键的就是到了 如果 判断 a子 dr 小心啊 判断谁啊 判断这个 file1 也就是这个原路径下边的文件 是目录的话 就便利原路径下的文件 是路径 是目录的话 我怎么办呢 如果是目录的话 我还不能复制啊 那我还怎么的 再去拷贝这目录 所以还进来一遍 再把谁啊 这会儿就该传 啊 file1 然后这会儿再传一个什么 到哪儿去啊 啊 到file2这会儿来 如果是目录的话 还得递规去处理 这块关键在这儿啊 递规 处理 如果是目录的话 否则 如果是文件的话 你看怎么办 直接 copy 用系统里边 拷贝文件的函数 将谁啊 将这个文件一 拷贝到这个文件二这块 如果是文件的话 我们可以操作 是目录的话再进来 对吧 是目录 我再进来 然后怎么办 然后我们 如果是目录 我再进来 那判断对方这块 是目录进来 那我传递了新的这个目录名 跟他一样的目录名进来 下面一看 他不存在 我又去创建了 然后把里边内容考过来 也就是便利的 拷贝的整个过程 就是 假如说 原目录有什么 你再 对方就见什么目录 然后呢 把原目录下的文件 拷贝到目标 下边的 目录下边 创建的目录下边 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 我这里边 关闭 那这话 关闭 因为我这边只打开一个资源 所以关闭谁啊 目标的没打开 只是创建啊 关闭DR 再把它关闭掉就可以了 那好 现在你看我复制 当前目录是PIP买的命 我在这写 直接掉这个 COPY 拷贝DR 你看 把当前目录下的 P这个是DR name 代表PIP买的命 拷到当前目录下 变成Hello目录 你看一下 能不能成功 收信一下 但他这一个一个拷贝 他有点慢 你看就有Hello目录 你看这多大 11.9 原本存在 这个呢 也11.9 他内容是一模一样的 你可以输出拷贝过程 比如说 这这话我就写 输出 创建 目录 整体都都写上 创建目录 连接 DR2 这块 成功 好 我就先给你看这一个 你看输出目录多少成功 比如说 我这个再把它考成HelloE 你看啊 输出 啊 没换行 你看 你可以看到啊 所有的目录便利都成功了 关下行 再输出一下 这位没有 为什么没有啊 因为我的HelloE 已经有一个了 有了就不去拷贝了 就不去复制了 没有再去复制 咱前面第一条判断了 创建目录 这些这些成功 看到了吗 如果你想把整个文件也复制 那你就看 复制文件是这个吗 那你就可以写上 这块 输出 复制 Copy 文件 FileE 成功 边 换一下行 这位能看一下 他都会输出 这很长了 这文件 复制什么什么文件 地规全成功了 最终全 复制完 假如说 我只复制 看一下 我只复制 目录 不复制 文件 那我怎么办呢 或者把这个目录文件都提出来 复制到统一的一个位置 都可以做到 写程序吗 比如说 把所有目录都复制 同一个 那就会有 从名的问题 你看这里边 我把这个 再删掉 我只复制 目录 不复制 文件 做信 然后最后 你看一下 他多大 11.9 他呢 零字节 因为这里边 现在都是目录 目录下子目录 只要有目录全复制了 但是文件一个没复制 这就是只复制目录结构 不复制文件 你只要不拷贝文件 不就不复制了吗 所以经过的一次 希望大家能看懂这个函数 什么意思 当然你不用写 这样的提示了 对吧 这样的提示 也不需要写 这样的话 一个复制目录 就成功了 当然你要想统计 目录下文件多少个 整个的目录下子目录 多少个文件多少个 那很容易就做到 对吧 累加就行了吗 地归一次 就累加一次 就多少个目录了 那是文件的 这话你就判断吧 这里边代码鼠标 现在在这行 执行了多少次 那就是有多少个文件呗 就可以了吗 所以很容易做到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咱们文件也学完了 目录也学完了 现在文件系统 咱就差一个文件 上传下载了 咱们还得量解课 来把文件上传下载了 讲完 那通过文件 这个操作 我们就可以完成 像第一个 咱们吸收PPP第一版 上面说的那个 例子一样 你看这个 文件系统 比如说 打开的文件系统 我用的是GB232字符记 给他改一下 又调了吧 你看到 便利的是 假如我把这系统拷贝到 假如服务器在美国 我把这系统拷贝到美国去 那我现在连接 服务器地址用网页 我就在这 我就可以操作 美国服务器上的文件了 比如说 我向服务器上传一个文件 有了 假如这个吧 一个图片 上传 找一下 这个文件呢 我可以预览一下 你看就是这个文件 我刚上传的 对吧 哦 看一下这个文件 抓紧一下 就有了 然后 假如我想在 对方的网站上 我建一个网页 怎么办 你看 啊 可以这块 上传为新建一个文件夹 创建个文件 你看这文件夹 叫做 代摸.html 然后这里边有一个网页 html 斜杠html 啊 这块 budy 斜杠 budy 然后这块写上 哈喽 创建文件 你看 代摸.html 我是可以下载过 把它可以怎么的 下载过来 也可以怎么的 也可以去编辑它 这呢 一共多大 都可以 取消 回来 你看在服务器中 现在咱们就是在 服务器的当前目录下 嗯 找一下这块 在这文件系统下面 你看一下 咱们现在代摸.html就有了 打开 就这点大码嘛 对吧 然后在文件系统 嗯 下边这个用系统还是获取到的啊 然后你看有目录操作 文件操作 而且用纯面样对象写的 上面可以新建一个文件夹 比如叫做啊 css目录创建 就用刚才的创建的函数的方式啊 创建一个目录 你看css 零个字节 对吧 那假如我进入这个目录 我在这里边上传个文件 上传个这个 上传 你看这下边就有文件了 对吧 然后上一节目录 我又回来了 里边是不是就有205个字节了 对吧 然后我可以目录可以进入 是文件可以编辑 是图片的二进制的是可以预览的 你看这是可以预览的对不对 然后是文本文件 我就可以编辑的 你看就可以编辑的 是图片可以预览的 是目录可以进入的 然后只要是文件都可以下载的 然后或许大小刚才咱们变历了 或许名称咱也变历了 修改时间咱们也可以 这里边唯一不行的就是 这里边都可以操作 你看复制 假如这个复制一下 把这目录就刚才咱写的复制目录的东西 比如复制 IMGS复制成这个目录 你看 CSS复制成这个 也是目录 你看一下 到这里边 把CSS复制成 Image了 里边有这图片 包括图片都复制了 就是用到咱刚刚写的那个 复制海上的功能 把我们完成了 重秘名 比如CSS 我觉得不好听 我给它换成样式 style 创建 你看 Image就没了 变成style了 对吧 两个目录 然后这里边呢 假如说这个文件 目录我看 我也可以删除 比如把style删除掉 我现在是进入啊 删除 确定删除吗 是不是就没了 图文件删除 比如说这个图片删除 下载取消 删除 确定删除吗 确定 也可以删除 所以这就是用文件来管理一个 远程服务 用网页来管理远程服务器的一个文件系统 也就是我在网页上 只要你任何网站上装了这个系统的话 我都可以去访问 当然了 我这个没写那个权限 你一定要写一个权验证 不然的话你想象一下 这样的系统如果放到自己的网站上 那别人远程就可以操作你的网站了 所以你要想为了自己方便 你要是为了安全 就不就不再网站上放这样的系统 那为了操作方便呢 那怎么呢 你一定要加上权限 才可以啊 才让别人登录进去来操作这个 所以这样的系统尽量呢 呃 除非你有必要的时候写一个这样的文件系统 否则的话是没有必要的啊 可以切换目录 都可以 然后目录大小 整个的系统大小一用多少 可用多少 对吧 然后复制重命名 这些功能都是可以操作的 所以呢 这个呢 例子呢 我就不会给大家代码一个一个去详细写了 因为呢 在新版的系统PPP里边 这个例子呢 已经呃 去掉了 因为他实用价值不大 但是呢 可以作为大家的一个作业 呃 你通过这个文件系统 你把它编出来 用纯面相对象编写 不仅可以呃 练习你的面相对象 还可以把前面所学过的所有基础知识都窜起来 最希望大家有时间可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练习 练习还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实际价值呢 呃 不多 好 那我们这节课目录操作呢 我们就呃 到这里 那下一节课呢 我会向大家介绍文件上传 还有文件的下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